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嘲笑和歧视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几天因为一些事情发生 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些嘲笑和歧视的这个定义 也让ChadGPT给我们列出了这两个词的不同 ChadGPT说嘲笑和歧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它们在性质和表现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嘲笑是指以嘲讽讽讽或嘲笑的方式对待他人 通常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外貌言论或其他特征 与一般社会期望或常规相悲 嘲笑可能是一种轻蔑或讽刺的表达方式 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对被嘲笑着的深入偏见或负面态度 嘲笑的动机可能是取乐调侃或简单的幽默 但他也可能会伤害被嘲笑人的感情 歧视是指对某个群体或个人进行不公平对待 通常基于他们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类别属性 歧视是一种系统性的偏见和偏待 它涉及到对权力和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导致被歧视的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剥夺机会 歧视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违反了基本的人权原则和和平原则 总而言之 嘲笑是一种表面上的讽刺和取笑 可能带有一定的侮辱性 但不一定反映深入的偏见或恶意 而歧视则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公平对待 基于对某个群体或个人的偏见或偏待 导致他们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和剥夺 那我看来我小时候普通话说不好 受别人嘲笑 应该不是歧视 有时候这个概念好像比较难区分 那我觉得空姐在休息的时候 开玩笑 我觉得这是一种嘲笑 虽然很不好不符合职业道德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们的行为不是歧视 就是一种嘲笑讽刺 所以我们要去发现去学习去总结 才会明白很多知识 因为还是对这个歧视 好像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概念 所以说遇到情况我们要去探讨个究竟 我找一找在网上查一查 我通过这个问这个chat GPT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边当然就在买无论 我认识了不少有听 我认识了不少という呼吸 您能够化和你的 我讆识了不少